測試一下 上修後的皮斯奴 到底變多強 齁 大家應該很想知道啦齁 主要是奪了那個天降變成那個什麼 神 種族強化符石 齁 差很多 好 這邊 差一顆 好 洗得差不多了 沒有墓竹 天降下來都是種族符石 種族符石的加成很可怕 這個 嗯 這個 OK 完美 完美 正班鎖定這個地方 疊一下那個什麼 痾 沒雙 沒新豬 沒辦法疊 無極 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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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再來呢 新珠這個地方有沒有 直接把氣墊地把它點掉啦 齁 直接氣墊地直接點掉 齁 然後凱拉打開 齁 凱拉打開 舒服 第五關齁 這邊我們再疊一下雙子好了 啊 等一下再開好了 這邊直接平砍帶走就好了 整體來說它的 上修後傷害是有明顯的變高 明顯的變高 不過死血這邊還是沒有改善齁 死血部分還是沒有改善 然後這邊有沒有 這樣子 先把電擊珠消掉之後就可以慢慢打 就可以慢慢打了 順便 順便洗一下雙子 然後因為它這個不是無視減傷 所以 匹斯弩的減傷 隊伍 那個隊長技減傷還在齁 所以被它打就 也癢癢的 小槍要不要複製人 會 會講 等一下 差9顆嘛 好 這邊開一個這個 好 這邊開一個這個 好 這邊開一個這個 好 第二條血開 露娜 屢洞兵 這個直接開這個 好 這樣子 好 這樣就過了 主要就是傷害增加啦 但是我覺得上修的幅度沒有到犯天 就是連生存什麼的都有加成 這樣 這麼誇張 好 喔